大家好 我是Anka 我的工作是做掌量演員 如果有開始做的話 大約三年左右 最初我都在書中看到有一種啡色的演料 就是樹梁 當初我都不清楚本身的樣子和造化 所以我在中藥店找到一種樹梁光的東西 每個地方都會有自己的顏色 尤其是以前土壤植物的要求比較高 日本的啡色其實就是齒 而我們藍生就會用了樹梁 歐洲會比較多是樹皮的啡色 這個梁染可以代表中國傳統的文化 因為它現在已經拿出了 它本身是非物德大遺產的第一 梁染本身都屬於植物染的一種 它比較歷史悠久一點 它就差不多不宋士忌已經有了 主要是南方的漁民的工作服的顏色 就是因為它會令到伏式更加堅挺 內磨和防重 樹梁主要是屬於多藤的植物 它就是一個植物的根部 它就主要養殖在南海的地區 即是我們南方的顏色 我買不到的 因為香港如果要掘山 它就是犯法的 這個就一定要在內地 即是大陸 桂林 廣西 廣東的地方 還有廣東和廣西的顏色都有分別 主要就是用了樹梁 不停反曬 8至14次左右 它就會有這個深啡色 就要每次不停重複染 有深色那邊就會是曬了 而無色那邊就會是沒有曬 就會容易去分別 因為它裡面有膠質和單磷酸 所以才會有這個 會形成了一層膠痴的面 它就會染完之後 會給本身的布料 會再多了40%的重量 如果最開始 主要它們會用來做工作服 它們漁民那些就會用來做工作服 還有染上漁網的 或者是船的帆船布 因為它們染完之後 布料的硬身 它們以前的人 就主要是需要 這件衣服是耐磨 擺著 如果以前的主流涼染 都會染絲綢或沙 我主要會染在綿紅麻的布料裡面 所以會比較 平身一點 如果涼染 它們都是靠入曬的 所以它本身已經有一個深淺的適量 而且它是一個發熱反應 導料的面震會有一陣 好像膠的無料 它會隨著時間 使用 看回使用者在某些地方 磨得越多的位置 就會脫得越多 類似像 印尼奧一樣 會有適量的適量 因為需要入曬 所以就要手掃的方法 這就是未染之前 而這就是染好之後